Hello 大家好 我是GinnyV救送團的乙杰 今天在夏域園里2021的線上真能營裡面 我會在新手村教大家線上活動怎麼辦 也就是線上活動籌備的新手村教學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開始囉 在辦線上活動的時候呢 我們是會用在今年5月的GinnyV基礎建設的一個工作坊為例 然後來用以下幾點告訴大家 我們會怎麼樣選擇一些工具以及實作的方法 那首先在我們想要辦線上活動的時候 我們會先想的是 我們期望跟我們的參與者有怎麼樣的互動方式 比如說單向的話可能就是像我現在在跟大家上課 就是告訴你 講上課好像有點嚴肅 就是告訴大家一些我想要傳達的東西 或者是podcast這種預先錄製 或者是說不用太多人講話的東西 那第二種的話就是工作坊 可以像是一些線上的工作坊 或者是我們在週六的時候會開啟的office hour 那就會是比較多人可以一起開麥克風講話的活動 那我們就會用這樣子的想像來先區分說 我們是單向還是雙向甚至多向的活動 如果是單向的活動 我們會建議不要超過兩個小時 因為這一陣子如果大家有用線上的直播啊 或者看線上直播或者是參與線上活動 都會知道其實這是一件很累的事情 你要有很強的專注力 你才不會從電腦前面打開別的分頁去逛別的網站 而且要吸收很多知識的時候 你的注意力是需要非常集中的 所以如果是單向的活動 建議不要超過兩個小時 那單向活動就分為下面這幾種 比如說演講啊 分享會 教學影片等等 在九松團這邊的話 我們很常會使用的是OBS的軟體 它是一個直播的軟體 就是我們可以稍微做一個拍板 然後可能插一些音軌 來做場景的替換 然後再將這個畫面串流上Youtube或者是Facebook 現在有很多工具像是IG啊Facebook 大家可能按一個鈕就可以開始直播 但其實如果你會希望你的直播品質好一些的話 可能就還要考慮到收音 或者是你的畫面配置等等的問題 這就會是更專業的部分 那我們在後續的選修課程 直播課裡面也會有關於線上軟體直播這個課程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朋友都歡迎去選修這門課 所以呢在這樣子的直播課程當中 我們在最後通常或者是中間的時候都會有QA的時間 除了使用Youtube或者是Facebook旁邊本來就有的聊天室以外 我們很常會使用的問答工具是像Slido或Mentimeter 它的好處呢是像畫面上左邊這邊可以看到 你可以匿名的提問 可以就是如果你要問一些你覺得可能比較尖銳 或者是你不好意思用本名問的問題的話 這樣子的軟體Slido工具就可以幫助你做出提問 那也可以在畫面中看到在提問的右邊會有一個按讚的符號 假設今天我看到有人已經問了我想問的問題 那我可以幫他按讚 這樣我可以讓主持人知道說 有蠻多人想要知道這個答案的 所以他就會被推到比較上面去 在活動時間有限的狀況下 你的問題也比較容易被回答到 那從這個畫面我們其實可以看到 除了Slido的畫面以外 右下角有兩個人像 那在這個活動裡面 右邊就是我們的主持人 左邊那位就是這次活動的一個講者 所以這個就是用OBS排版之後呈現出來的畫面 然後就可以做場景的切換 比如說這個環節進到問答的時候我們就把Slido的畫面放大讓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這是在希望你的直播畫面更精彩然後更讓參與著年作戰的活動上使我們常用到的一些技巧 那再來如果是雙項或多項的活動像是工作坊啊 線上會議或是論壇等等我們就會有很多的選擇 我相信這一段時間大家可能也都用了很多的軟體 不管是Google Meet,Webex, Zoom,Galertown等等的一些軟體大家一定都有用過 那舊松團在選擇會議室的時候我們會依照這幾個項目來做考量 比如說我們的活動人數我們有多少預算 那我希望它的穩定度以及區位性還有便利性的狀況來做選擇 那從這個圖裡面可以看到左邊的話會是比較傳統的會議室 這個是GZ Meet的畫面 也就是它可能比較就是像是我們想像中的會議室 就是大家Login進去之後可以開視訊可以做分享畫面 然後可能人數在25到30人都算是穩定 甚至可以像Google Meet可能可以承受到六七十人都沒有問題 就是它的免費版本 那右邊的話是我們這一陣子很常使用 也是我們接下來這個課程這個營隊都會使用的Galertown 它有趣的地方是每一個人都會變成一個2D的角色 有點像是以前或者是手遊在玩你的2D角色 可以讓它上下左右的移動 然後你可以跟遇到的人對話 當你距離近的時候呢 你的對話就是會比較大聲 然後如果你跟它拉遠的你就聽不到它的聲音 然後也可以做一些其他的設置 那這個畫面就是我們在5月的時候辦的基礎工作坊 裡面大家在討論的狀況 然後你可以看到大家三三兩兩的站在地圖上 然後有一些框框其實是大家可以開鏡頭 不過剛好這個畫面大家都沒有開鏡頭 所以我覺得它在一定的程度上模仿了我們實體活動會出現的情形 然後也緩解了很多要辦營隊的團體啊 或者是一些公司他們面臨到線上的困境 接下來會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所有的線上活動都有一些我們覺得要注意的小秘訣 以及重要的事情 第一個就是事前的準備 測試這件事情呢 是可以保障活動流程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像是我們在活動前我們都有寄信跟大家說 我們有操作手冊 然後我們也會有很多的時段可以開放大家上線 先來聊聊天 然後用你的電腦去測試一下使用的環境 所以呢不管時間在怎麼緊迫 我們一定都會跟所有活動的與會者做這個事前的測試 那就算它沒有辦法上線測試 我們一定也要提供一個測試環境 讓它可以自行在家測試 不要到活動當天才發現 我的頻寬不夠 我的硬體跑不動這個會議室 或者是我的麥克風沒有聲音 這都會是對於主辦來說 心臟會很痛的一個情形這樣子 另外還有就是清楚的步驟教學文件 在這個畫面中可以看到 我們的教學文件很常會 除了中文以外還會有英文 因為在JDV的活動很常會有國外的參與者 那當然為了不要有語言的屏障 所以我們通常都會希望提供 至少兩種語言的翻譯的說明 在這個裡面 這個是JDMeet的視訊會議室 那現在我們也有出Galertown的手冊 教學手冊 讓大家在使用會議室上 可以從同一個起點開始 然後我們的教學文件中 除了步驟之外 我們也會盡可能的比較具體去描述 我們需要的譬如說電腦的設備需求 譬如說我希望你的電腦網路好一點 但怎麼樣叫網路好呢 譬如說我可以看1080畫質的影片是順暢的 那這個我們就會具體的寫出來 讓參與者可以明確的去判別 我的網路到底有沒有符合 主辦單位希望達到的標準 另外呢第三個就是 事前我們會向與會者來蒐集投影片或預錄影片 這個是在一些活動裡面 我們會擔心說如果發表者 他突然可能用手機網路 結果突然那天他家基地台施工 網路非常不穩的時候 至少主辦單位這邊有一個備份 那我們就可以協助講者去做播放的動作 這樣子講者他甚至只要開聲音 或者是電話call in進來 他都還可以繼續他的演講 而不會因為他沒有分享畫面 導致參與者而線上看都 看不到螢幕分享是什麼東西 比較難投入活動 第二個是可以供口譯跟筆譯的人員 預先準備 像是下面的這個表單 我們是用Google Spreadsheet 做的這個活動的一個系流表 就可以看到我們在 這是去年Gilin V Summit的時候 交通團的議程規 我們總共有九個議程 然後有不同的講者 那那次活動除了預錄的 也有現場實體連線的 然後也有實體連線 但是前面先放預錄影片的 反正那時候非常的複雜 然後我們又有翻譯 所以我們就事先 就是很沒辦法讓講者做到活動的最後一刻 我們希望他至少前三天要把東西 就是影片啊 投影片先提供給我們 那我們的議者就是旁邊這些 排班的筆譯人員 口譯人員 他們也可以事先去看內容做準備 然後如果有一些是專有名詞 他們就能夠先去查詢 才不會當天的時候就 欸 突然間 雖然很專業 但有時候還是會很緊張 不知道這個詞要怎麼翻比較精確 再來是有經驗的主持人 實體活動跟線上活動 其實主持人要注意的事情不太一樣 然後如果你有實體的主持經驗 你可能在線上的時候 還是會有一些預想不到的狀況 比如說講者突然斷線 那你就要很從容不迫的 先請下一位開始發言 然後趕快找工作人員去聯繫斷線的人 請他趕快回到我們的會議室 或者是說如果他網路不穩的時候 你可能可以初步的先請他 把視訊鏡頭關掉 或者請他重新連線等等的狀況 讓活動可以順利進行 那另外主持人還要有一個多工的事情 是他可能在主持的過程中 他還要一直去看旁邊的聊天室 有沒有人有提問啊 或者是做一些互動 這個有點像是直播主 就是你要能夠跟你的觀眾互動 觀眾才會覺得 喔我是真的在參加活動 而不是只是單純在看影片 所以這個時候主持人的經驗是需要非常 可能要 就算他是美金的主持人 我們也都會事先跟他去做一個排練 讓他知道可能會遇到哪些狀況 然後在活動過程中 才能夠好好的引到 不管是講者或者是參與者的行為 心動這樣子 另外除了現場的主持人之外呢 還需要有一個控場的工作人員 剛剛我們看到主持人已經有超級多事情要注意 但是還是有一些事情是主持人在主持的時候沒有辦法做的 比如說計時或者是當天的事前測試 我們就也需要一個工作人員來做這些聯繫的部分 以防活動中間突然間整個斷掉或者是不順暢的狀況 再來是活動議程要寫清楚 因為在線上活動像是我們的黑客松 一整天是八個小時 那八個小時裡面我們要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一直在線上 大家一定會有去吃飯啊或者是去休息小些一下的時間 但是當他回來的時候 我們的時間表要清楚的讓他知道 這個時間點進行到什麼活動 然後他加入會議室的時候可能會遇到的是什麼樣的場景 比如說我十二點回來的時候 欸剛好是新手的旅行團 那我就可能可以跟著旅行團大家到處走 然後去聽不同組的分享 然後這樣子比較能夠讓參與者加入的時候不會一頭霧水 覺得欸我不知道現在要做什麼 我是誰我在哪我要做什麼 然後就默默按插就離開會議室 我們不希望這樣的事發生 所以呢越清楚的流程表會越讓參與者知道 現在的情境 再來是事前的活動系流 活動系流這個東西是 不管實體活動或線上活動 糾松團一定會製作的一個表單 因為我們工作人員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要做的事情 那為了讓大家清楚的知道自己負責的部分 我們都會做這份系流 然後在做系流的同時也可以一起檢視 是不是有我遺漏的部分 我同事可以幫我補充說 欸這個部分我好像沒有準備到吃早餐 或者是說中間的時候沒有留到休息時間 這樣子的系流寫出來之後 大家就可以很明確的看到 準備不足的地方 以及需要再做跟進的地方 那在線上特別強調 我會看到系流的原因是因為 在實體活動如果我出了什麼狀況 我可以立刻轉頭去拍我旁邊的人說 欸我現在可能要去處理什麼事情 你幫我頂一下這個位置 但是在線上我斷線的時候怎麼辦 沒有辦法拍他 沒有辦法趕快聯絡到他 這個時候如果我斷線 但是我有這個系流 我的朋友我的同事就可以看著這個系流 知道說 乙捷現在要做的是要去接講者 要跟講者測試 那我趕快先去幫他測試 然後就可以補上我們的位置 互相去做補充的地方 這樣子也能夠讓活動的進行更順暢 因為線上活動本來就是 我們之前都一直有講 線上活動你不可能要求它什麼事都不發生 一定會有誰的聲音突然沒了 或斷線的事情 但是我們希望能夠做到的是 把這些不順暢的流程降到最低 讓參與者感覺不到有意外發生 這個是主辦單位我們最希望做到的效果 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在線上活動很重要的幾個要點 另外我再補充兩個前面沒有提到的部分 第一個是緊急的聯繫群組 因為視訊會議它畢竟 就是你要可能有個連結 甚至要載一個APP才能加入 那文字訊息或電話訊息一定還是最快的 所以希望你的講者或參與活動人都可以有個LINE啊 或者是Facebook的訊息 或者是你有他的電話 能夠趕快聯繫到他的方法 這樣子會對於大家來說都是比較有保障的部分 另外就是避免Live Demo 像今天我前面的分享大部分都是先解好圖 然後跟大家用頭影片分享 那如果我今天都是開網頁 可是當場突然間因為又在直播又在分享螢幕 結果我的網路頻寬不夠 我的網頁打開一直轉圈 那我就要這樣 呃我的網頁在轉圈 那我們稍等一下那個齁 我就呃再跟大家補充一下 就是要一直想一些話題 就是補充這個空白會很尷尬 所以呢我們會避免Live Demo或者是影片 因為影片大家也知道如果是視訊分享很容易會Lag 就是聲音已經到30秒了 可是畫面還停留在10秒的地方就對不上 那個體驗也不會到很好 所以為了讓這些事情發生 我們會用最簡單的方式去做分享 那接下來呢就是有一點像是線上的SSR 原力真的營的一個幕後解析 我們在這一次的原力真的營呢 也做了一些更動 因為在3月的時候我們預計這一年 我們的原力真的營都是實體活動 然後會進入校園 跟大家面對面的去手把手教學 結果突然間疫情就發生了 那我們的預估可能到年底都不知道疫苗的狀況 所以我們決定接下來 我們會先以線上的方式進行 在實體的時候呢我們也是一天8小時的課程 然後我們會有四個 一樣是四個選修課 但是他們是同時進行的 就是下午的三個小時會有四個課同時在上這樣子 然後所以我們每個同學就會分四組 沒有辦法你每個課都上到 但在線上就可以嘛 因為我們現在的方式就是會在週間去發布我們的課程影片 然後週末的時候你可以繳繳作業 或者是上我們的office hour去跟講師做對談 對所以線上活動就是這樣子 我們會有把課程原本三個小時直接拉成一個月 然後一個月裡面我們再把工作分的小小的 讓大家一次不要看太多影片 然後就可以學習到一些想知道的東西 那實體活動我們大廳 這應該大家蠻熟悉的 就是一個會議 一個可能試聽教室 大家坐滿滿的然後聽我們講話 那在線上呢我們就會移到Galertau上 一樣會有一個虛擬的大廳 然後也會有一些小會議室 讓大家可以進去走動然後分組討論 那我們在實體活動的時候就是剛剛講到的課程講解 還有手把手的教學 可是我們在實體活動 而線上活動的時候 我們就會像現在一樣預錄影片 然後把作業分得很小 大家可能一次只要做一些些 然後我們就分幾週去把它完成 活動過程中我們也都會希望 讓大家可以給我們反饋 告訴我們 你學習的狀況有沒有哪裡卡住了 讓講師們可以及時去做反應 然後調整一下大家的課程內容 好 那以上就是我這一堂的 線上活動怎麼辦的課程 我的Office Hour會是在 7月24號禮拜六的2點到2點半 那也是在Galertau的活動大廳 所以就到時候如果有 對於這堂課有意見的朋友呢 有問題的同學 都可以在Galertau上跟我見面 或者是在Stack上提問 我們也都會隨時整理大家的問題 整理到共筆上去 那就歡迎大家加入G0V 歡迎大家參加臨時小學校的活動 然後上面有一些我們的聯繫方式 也都可以從我的同影片裡面找到這些連結 然後跟我接收更多社群的資訊 謝謝大家